台北副市長李四川 臉書PO出工人在大巨蛋屋頂抓漏的畫面 表示大巨蛋離演唱會不遠了 7月底遠雄集團已完成消防逃生避難演練 事隔三周終於傳來好消息 當時編組的這個功用是在各個測試點 然後到每個這個避難的這個點位 它都低於這個界定的時間 所以也算是 某種程度來講算是驗證通過了 遠雄這邊他們接獲到相關的申請 就會送案到特別市府 我們這邊就會依照大型活動群聚 管理自治條例來跨局處的審查 迎接好消息到來講萬安少開懷 目前預計舉辦的第一個非體育賽事活動 就是10月5號的國慶晚會 但預計抓漏工程8月底結束 10月才會完成一套家裝 真的來得及嗎 現在包括是做屋頂的環貼 然後包括屋頂天花內層的 像是水潭跟倒水溝也都在進行當中 到這改善 那既然是符合既然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就會來做改善 漏水的問題從去年12月到現在 歷經了將近8個多月了 然後漏水的問題是在這次消安的部分才解決 議員拿出今年5月總質詢的答覆內容 體育局承諾台北大巨蛋營運績效評估 將設置評估會設置5到9名委員 包括30%契約旅行 35%配合度及滿意度 以及35%的基地環境管理維護 以及設備維修 原本說下半年就要成立 到現在連雏形都沒有 跟通批大巨蛋演唱會分論 只有0.6%完全不合理 市府不會分得太少 因為在前草的時候 我想我們已經跟相關的市府 這過程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裏面涵蓋就包括體育賽事 非體育賽事相關的分論抽成 所以都已經涵蓋在內 雖然大巨蛋舉辦演唱會指日可待 但該解決的問題還是一樓框 明視新聞曹席顏凱台北報導